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视频 这里是专注分享植物知识的成品绿苍马书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 多肉植物 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 看到这些萌萌的胖胖的小植物就挪不开眼了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买回来之后 养着养着它们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 有的甚至干脆阵亡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谜团 告诉你养多肉植物的十个常见误区 顺便给你一些实用的养护小技巧 让你的多肉植物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 误区一 多肉植物不需要太多阳光 很多新手会觉得多肉植物不需要太多阳光 甚至有的人把它们放在阴暗的角落里 其实这是错误的 多肉植物是非常喜欢阳光的植物 阳光不足会导致它们土长 一片稀疏且不紧凑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放在有充足光照的地方 比如窗台 误区二 浇水过多 浇水是养护多肉植物的关键之一 很多人看到植物月片变皱 就以为是缺水 拼命浇水结果导致根部腐烂 正确的方法是见干见湿 也就是说当土壤完全干燥后再进行浇水 每次浇水要浇透 但要避免积水 误区三 使用普通花盆 多肉植物的根系需要良好的通风环境 如果使用没有排水孔的普通花盆 容易导致积水烂根 因此最好选择带有排水孔的花盆 或者在底部铺一层桃粒提高排水性 误区四 或是土壤的选择 多肉植物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 普通的原土可能会导致排水不良 影响根系生长 建议使用专门的多肉土 或者自己配置疏松透气的土壤 比如混合泥碳土 珍珠盐和沙子 误区五 随意施肥 多肉植物并不需要频繁施肥 尤其是在生长期以外的时间 如果施肥过多 会导致植物土壤影响美观 可以在春秋生长期 每月试一次稀薄的肥料 冬夏季节则停止施肥 误区六 环境变化太大 多肉植物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 突然的温度 湿度变化会影响它们的生长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 要注意逐渐调整环境 不要一下子 把它们从室内搬到室外 误区七 忽略通风 良好的通风环境 有助于多肉植物的健康生长 长期闷在不通风的地方 会导致病虫害的滋生 因此 可以定期开窗通风 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 把它们搬到户外晒太阳 误区八 不及时处理病虫害 当发现多肉植物上有病虫害时 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大 结果导致病害蔓延 发现病虫害要及时处理 比如用酒精擦拭叶片 或者使用适量的杀虫剂 误区九 忽视休眠期 多肉植物在夏季和冬季 会进入休眠期 生长速度减慢 甚至停止 这时候要减少浇水和施肥 保持环境的稳定 让它们自然度过休眠期 误区时 盲目追求新品种 市面上多肉植物的品种繁多 不少人喜欢追求新品种 殊不知 新品种的养护难度可能更大 对于新手来说 建议先从一些常见 且异养的品种开始 积累经验后 再尝试新品种结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你也是多肉植物的爱好者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帮到你 记住多肉植物 虽然好看 但也是需要精心照顾的哦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关注我们的频道 更多养护小妙招 再等着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